PASSIONTIMES.HK 2017年8月7日的每日雜新聞 早兩天日本舉行DQ下制2017 公佈了很多跟DQ有關的新情報 首先是Squareless官方公佈的DQ11最新銷量 日本出貨再加上下載販賣數突破300萬 這就是前10天的銷售數 之前的208萬是前兩天 還未有下載版 300萬當然是多 現在特別是這個時代 不過都是出貨數而已 例如FFX15的出貨數也很高 但賣到現在還是初回版2200日 2200日 反映到下載販賣數真的很多 因為零時開始可以玩 是一個很大的誘因來選擇單刀版 玩早半天 不用特地等遊戲收貨 或出去排隊買遊戲 會有的 有的重度粉絲 我覺得會 一定是 一定是 如果可以玩早半天的話 我不介意買單刀版 可能之後再買一隻鏡子也可以 對 成績非常好 連Squareless自己都說 其實PS4版比預期中還要買得好 其實意思就是 VDS版買了比上中少 我覺得是 真的想像中少 因為差不多 兩邊的數字 因為一直以來 遊戲的內容 似乎就是 VDS版多一點 豐富一點 刷新而過 可以玩歷代的DQ世界 上次去找VDS版的DQ 差不多間間沒有貨 即是不入貨 香港? 對 對 因為主要是賣 PS4版 主要是 找了很久 對 有些少少DQ 接下來新作的情報 看看下張相片 就是這個 原本PS4出的DQ Builders 即是DQ Minecraft 對 DQ Minecraft 對 很快就出續集 他說地圖會大幾倍 然後就有Multipay 終於有Multipay 一隻沒有Multipay Minecraft做什麼呢 因為這隻第一集出的時候 其實最大被人救病的地方就是 怎麼可能沒有Multipay 這些 其實第一集就很測試水溫 但是DQ世界的Minecraft 是一定吸引的 有趣的 所以一年不夠就已經公佈出續集 這次也預算Switch 不是PS4 PS4再加Switch 你預期它可以Multipay 好像現在Switch的Minecraft 我相信 對 然後也有公佈DQ的卡遊戲 DQ Rivals的推出日期 很吸引 其實就是一隻都很老實的DQ版 不好 即是玩卡遊戲 然後就是歷代的DQ英雄 可以實體化 對 它特別是卡遊戲裡面的角色 其實會實體化 即是攻擊的時候 會真的有它那個 有動作組 這件事很油膩 對 很漂亮的 剛剛夏天 即是較早前 就完成了這個Cose Beta 他說會抽季推出 期待的 也公佈了有DQ10 DQ10的角色 都會參加 是的 都很期待 還有未來的新卡遊戲 這隻都是玩到最大的 IP來計 如果是日本市場 DQ 國民級RPG 這個 Certleverse會有一個大對手 特別是日本市場 對 入日本盧石 也有不少人玩 也有不少日本人的玩家 打都入世界賽 但是 日本國內 Certleverse的比賽 特別是eSport 相關有獎金會比賽 Certleverse比較多 始終都是 日本廠會和日本的媒體 那些夾比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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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去到DQ出現的話 他會有一個很大的對手 對Srenix來說 這隻都實在是沒有癡 有排出 因為有可以加Hero 以及歷代這麼多DQ 即他的世界觀 角色 武器 怪獸 你想得出 會像盧石一樣 可以長玩很多年 很吸引 很棒 想像得到 而且如果DQ成功的話 你FF很大機會 也會發展在卡遊戲化 又出手機 其實現在手機市場 比較想不到新的Gameplay 所以其實就是要用IP 來拿包裝和賣點 除了DQ之外 可以預計有不少的Game IP都可以適用於這類型的Game 對 對 這隻都可以玩了 還有DQ10的新version 不過我沒有玩開 就不會特意跟進 對 Switch也會有的 對 但是 你不會拿出街玩 對 對 到時就多個平台選 對 這個是DQ下製公佈的申請報例 對 對 這次就摘想問到 如果DQ迷就有很多新玩 不過它就沒有提到 Switch版的DQ11 什麼時候出呢 只是講話會出 還有補充多一點 就是DQ11 它說今年的冬季稍後時間 就會推出繁體中文版的 哦 只是PS4 它就沒有特別提到哪個版本 但是理論上 3DS版我覺得機會比較小一點 對 對 有些難的 它行貨 代理的支援比較差一點 因為始終它現在 VDS是有所謂的 對 你日版機基本上是玩不到 玩不到 所以如果很想 回答清楚的故事的話 又不急著玩的話 可以先等凡中版 對 還有它也說 明年會出歐美版的 變成那300萬消息 雖然不會像FFX15 那麼公海外 但也會有些消息 對 好 那澤新聞到這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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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